今天这款红豆米糕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米糕了 一半粘米,一半糯米,不需要发酵,松软无比 首先以百克红小豆提前泡发,泡到能掐碎的程度 洗干净放高压锅,加大约三倍量的清水 将豆子煮熟,不需要煮得太烂 也就是说熟饿不烂是最佳状态 煮好的豆子用滤网将多余的水分滤干 红豆一定要尽可能沥干水 水分太多会影响米糕的蓬松度 米糕蒸出来就会变得很磁石 盛出来130个红豆水 加20个白糖,趁热搅拌均匀 红豆里面也加20个左右的白糖 搅拌均匀 准备一个大碗,加120克糯米粉,90克粘米粉 混合均匀 再将晾冷的红豆水倒进来 椅子不能倒太多,一点一点的加,并用筷子不停的搅拌 将米粉都搅成颗粒状 再用手姜大颗粒搓散 如何判断米粉的干湿度正好呢 将揉搓均匀的米粉抓握在手心 像这样能成团就说明刚刚好 如果不能成团的话就需要再加适量的水 然后准备一个蒸米糕的器具 我用的是6寸的蛋糕模具 一层米粉 一层红豆交错进行 为了使米糕口感更细腻 可以将湿米粉过筛一遍 但是一定要用稍微粗孔一点的筛子 如果家里没有粗孔筛子或者觉得这一步麻烦的话 也可以不过筛 只是样子没那么好看,味道同样好吃 上蒸锅,盖上一张湿布 防止水蒸气滴入,破坏表面 水烧开后转中小火,蒸40分钟 时间到以后直接端出来 用牙签将边缘轻轻的划开 然后倒扣在盘子里 有点少失误,破相了 但是味道真的非常棒 松软香甜 米香味和红豆的香甜搭配的恰到好处 喜欢一滴机的试试 谢谢收看,下期视频见